來 拍攝 首爾文宇 為我風流 雨人 待味楚 當初將滑皮搬上舞台 是因為喜歡廖齋故事 而這故事特別有胡擾的氣氛 而里面带出来的信息也特别有意思 例如知人口面不知心 愿者上吊或因果循环 我觉得对于人性的演绎是比较出色 也可能起到一部分的高抬教化作用 《滑皮》其实从前邵氏的电影 或者曾经周迅演的电影 都是很深入人心的 但去到粤剧的时候 作了最大的决定就是 我自己正眼花弹一人分析两个 真的很开心 其实首次国家艾术基金 开放给港澳地区的申请 我自己觉得真的很荣幸 如同给了一种认同自己 其实当初申请国家艾术基金 也有一个想法 就是希望和内地有一个 艺术上的接轨 也希望慢慢把我自己的作品 推进去大湾区 甚至全国乃至全世界 而也希望吸收一帮 香港人说自己比较 我觉得质素也是比较高的观众 他们可能很少去看大戏 希望将来都变成一个粤剧爱好者 刚好我自己又是一个粤剧演员 我先生高润雄也是一个三四代 没有断过层的粤剧世界 在一些格式上音乐上 又有高润雄的支援 或者是探柄 也有其他前辈 例如阮少辉等等 他都会先看过整个戏 而我自己来说 我有一些新与旧的融合的人 画皮里面的现代舞 或者服装的设计 所以我先生高润雄和阮少辉辉 西哥等前辈就会把关了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戏 传统与这个创新中间 我们是做得比较好的 我们有了香港本土粤剧的弹性 也有了内地软团的一种 作品里面的一些规范性 就会变成我们独一无二的 凌宵作品或者是香港作品 其实画皮初演面世的时间 其实是疫情的第一年 当时我们坚持融入了不同的元素 从首正创新的角度去看 我们一定要守着粤剧的本 我们也是借镜了很多不同的剧目 例如上海粤剧 就会在一些可能谈情的地方 他们会处理得比较细致一点 但是原来昆劇 尤其是一些细致的眼神等等 做得更加精致一点 因为戏里面有两个角色 必需要制造一个很大的对比给他们 例如回遥未良 可能整个身体坐着都座无正相 眼神会比较斜一点 但在陈勇 它是一个大清衣的角色 梁家妇女一号端庄的外形 它有一段 我要用一个新段的水袖 表达它很激动去救它呼朗的时候 所以我就选择了 经剧情派的水袖加进去 我们也加入了一些现代舞的元素 又或者是胡耀去画这个男主角 王崇文的心的时候 我们不想呈现一个血淋淋的心臟 所以我们借助了这个现代舞 画心的一个小片段里面的概念 就是最后就会根据和挪孤节奏 然后就告诉观众 心已经画出来了 这件事其实都很符合虚拟的特性 其实如果我们唱做脸打 做粤剧 我们必须要保留 如果不是 我们跟做画剧是无异的 我们的个性就是我们的唱段 挪补新段 都是有戏曲特性 但创新部分就是 其实这个戏 是有一个很好的地方 让我们渗入一些新元素 就是因为胡耀这个人物元素 例如他的服装 我会用着一些动漫的 像Cosplay的一些服装的造型 令到他的角色更加绕一些 但到了陈庸后面 我就表达了一个最传统的 戏曲的《青衣》的作风出来 旧的东西 我们怎么包装 它变成观众二入口的呢 这个也是我们戏曲人 与时并进的一个 不可或缺的课题 我会在申请国家质基金 我觉得良性竞争是好事来的 就是大家都要向最好的 一个目标去进发 鼓励那些演员去更加追求这个质素 而不是只追求量 所以我觉得国家质基金 绝对是有这样的功能在 因为这刚刚才过去 25周年的香港回归祖国 其实我经常都觉得 两地的认知都不是很深的 我都希望透过我们的作品 去讲我们自己的 可能是香港的特色给他们听 借此我这个肚生肚长的 香港的女生的作品 包括是编剧 或者是我的表演 或者是我先生的音乐 或者是所有演员的 呈现出来的一种 香港的活力 可以告诉祖国听 也希望他们可以看到我们 与别不同的一个角度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